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军队全面处于守势,在德军东南军区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传达了柏林方面的命令,即为了迟滞盟军的进攻,柏林命令驻扎在巴尔干的A军团, 从希腊和南斯拉夫火速撤退,以避免这20个师被包围的命运,但燃料只能让庞大的装甲部队行进到维谢格拉特,哈根中校向参会者介绍了为此致敬的劳费尔行动计划,即从萨拉热窝的燃料基地,把燃油运送到维谢格拉特。 为了保证该计划顺利实施,党卫军的冯·迪特里斯上校被从挪威派遣到了萨拉热窝。 迪特里斯跟助手比绍夫在一起,他看上去十分自信,说话富有哲理。 有一个波斯尼亚诗人曾经这样写过,愿上帝保佑追击者,同时也保佑被追击者。 迪特里斯到萨拉热窝的主要任务是,破坏瓦尔特领导的抵抗组织,确保燃料运输线和油库的安全。 当比绍夫说已经追捕瓦尔特一年多,仍然一无所获,怀疑瓦尔特是不是真的存在时,迪特里斯肯定地说,他确实存在,就在附近这一带活动。 迪特里斯设计了一个阴险的计划,派党卫军上尉康德尔冒充瓦尔特,打入游击队内部。 为了取得抵抗组织的信任,康德尔炸掉了一座铁路桥,但炸桥时遭遇德军巡逻队,被迫打死了五名德国士兵。 迪特里斯毫不在意死了几个自己人,认为这个意外能增强游击队员们对康德尔的信任。 他对康德尔能在三天内取得这个成果表示非常满意,只是康德尔设法让游击队陷入混乱,以便顺利实施七天后开始的洛克尔行动计划。 迪特里斯的饰演者汉约哈赛,1921年出生,1983年去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戏剧电影影员,出生于德国波恩,二战时曾在德军服役,战后退伍,之后从事戏剧和电影表演。 他在荧幕上主要扮演反派角色,在南斯拉夫电影《桥中》,他就饰演了自以为是的德军霍夫曼上校。 贾·瓦尔特的破坏活动取得了成效,游击队员伊万受伤昏迷被俘,又被送进医院抢救。 迪特里斯命令尽快让他说话,后来医院的医生用浇包剂救走了伊万。 这是迪特里斯向到达萨拉热窝的德军摩托化坛团长哈根中校布置对铁路线的警戒任务。 迪特里斯接到了康德尔的报告, 确定谢德的钟表店是游击队非常重要的联络点,他只是先不要惊动谢德,等待合适的机会再采取行动。 这是迪特里斯设计诱捕瓦尔特,并在钟楼附近埋伏了大量的德军士兵,但被谢德舍身取义提前示警而挫败。 这是迪特里斯安排向解放区派遣特工,计划被瓦尔特识破,五名特工全部被火捉。 A军团的坦克部队到达了维谢克拉特,拉菲尔行动计划开始实施。 自作聪明的迪特里斯想出了一个妙招,把运送燃料的火车先装满德军商员, 伪装成运送商员的专列,免得火车被游击队袭击,等到了油库再把商员抬下来装油, 商员再派卡车拉走。阿根忠孝虽然对他这么做很不满意,但也是无可奈何。 迪特里斯又强调做事要准时,火车必须准时到达油库。 离开车站时,他问起康德尔的情况,迪绍夫说他已经两天没消息了。 迪特里斯并不在乎,说康德尔已经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油, 说罢,乘车赶往油库。 火车刚一到油库站台,迪特里斯就命令哈根在25分钟内把商员全部抬下来。 哈根说,我以极不赞成的心情执行您的命令。 迪特里斯则说,我现在感兴趣的不是商员,而是燃料。 命令哈根立即执行命令,哈根无奈只好去折腾那些缺个不少腿可怜的商兵。 这些商兵将用稍后到这里的卡车接走,而瓦尔特正是假扮德军劫持了一辆卡车,混进了这里。 当瓦尔特三人打混几个火车司机,换了他们的衣服走向火车头时, 迪特里斯非常绅士地抬手打招呼,然后跟比绍夫继续吐槽哈根。 商员全部下车后,迪特里斯命令哈根把商员装上卡车。 他和比绍夫跳上瓦尔特几个人驾驶的火车进了油库。 设在大山里的油库戒备森严,迪特里斯和比绍夫在这里监督装油, 这时候他正在为自己的妙计暗自得意。 马上就要装完了,他让比绍夫通知A军团的坦克部队, 做好接收燃料的准备,然后乘坐这列火车出了油库, 让比绍夫押运列车去威胁格拉特。 很优雅地跟瓦尔特和比绍夫挥手道别。 羊料列车被瓦尔特摧毁, 劳菲尔计划彻底失败。 迪特里斯弄巧成拙,不但被撤职, 还将要被两人押回柏林接受处罚。 临走时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心有不甘。 就要离开萨拉热窝了, 比特里斯大发感慨, 现在总算知道谁是瓦尔特了。 盖世泰瓦问他到底是谁, 比特里斯不懈地看了他一眼, 给出了答案。 看这座城市, 他就是瓦尔特。